我們很榮幸請到澳門的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程祥輝教授 我一見到你提出兩個問題 一個是梵體字、簡體字 第二個是普通話、廣東話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今天有一種意見就是 一定要用錦巴字 不可以用梵體字 用梵體字都是保留原本的歷史傳統 一定要講普通話 而且有一個口號叫做 講普通話做文明人 所以我用普通話、廣東話 我要用 我認為 反體、簡體都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財富 反體字、簡體字在中國鬧得很厲害 很多時候是政治上的因素 台灣 反 簡體字 說 說 破壞了中華文化 大陸反對台灣 說是 你保留 反體字 就是 控制文化 在少部分人的手上 我在三十五年 我在三十五年前 就提出一個口號 叫做 反簡油脂 反感有脊 都可以 因為 因為 反體字 因為 反體字 反體字 都是中國人民的創作 所以 做個字就是 學問改字 說文解字 第十四個字 就是 禮貌的禮 一個習近平 腰邊好煩 左邊還有一個表習的字 腰邊還有 要洗 以前 以前都有 兩個字都有了 好多次呢 都因為 因為 累積個法庭 以西 拐兵 比方 累積個億 利益的意 下面有一個名 就是 放水 上面這個水嘛 水出來就是 意嘛 利益 有意了嘛 原來的意思就是 水漫出來了 後來這個意呢 用了利益的意 我錢多了也是意 那麼為了 為了 保留這個 分別呢 就旁邊再加個水了 三點水了 所以這個繁體字 簡體字 它都是因為歷史原因 有的簡體字 不太好 里外的理 公里的理 那個現在經常弄錯 有的頭髮的髮 也是沒有上面那個了 是不好的 但是有的簡體字 是非常好的 你比方說是 塵土的塵 小土圍塵 為什麼 路跑過的地方 就是塵呢 而且 最古的塵 是三個路嘛 很多路跑了 才看得到塵土 再比方眼淚的淚 三點水 一個木 多好啊 眼睛裡面 木裡面出來的水 就是淚嘛 為什麼眼睛 那個出來的水 一定是暴力的地呢 所以我說這個簡體字 反體字 各有優點 但是當然有一些呢 我們應該好好的策劃一下 所以我三十多年前 就開始說 反簡油脂 我這本書呢 影響比較大的 在香港 澳門 大陸 台灣 新加坡 很多地方都已經 出版了很多次了 這個普通話 越方言 我看啊 我們中國有個古語 到什麼地方 說什麼話嘛 對不對 所以電視台要採訪我的話 我一定要講廣東話的 有一次我去教業中學 演講 講孔子 我說各位同學 有一千多人聽喔 我說我用 今天講孔子 論語喔 我說我用廣東話 還是普通話 用普通話呢 我有藝術性 我們普通話相當美 相當漂亮 我如果要用廣東話呢 有娛樂性 因為很多我講錯的 你會笑一下 我說各位同學 我用什麼語言 他用廣東話 我用廣東話 我用廣東話 所以到廣東話 一個地方 最好用當地的語言 語言是工具 沒有工具 首先是高樓感情的工具 我一見到你 我會用家鄉話 用相同的語言 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看什麼環境 用什麼話 看什麼環境 用什麼話 我就覺得香港的那個 就是董建華 這個語言工具 可以獲得名號 當然我好演唱 可以介紹中央總統 這個語言名 可以用普通話 參加完那個典禮以後 他到了香港市民當中 慶祝他 慶祝香港回歸 他就用廣東話 然後呢 到了他的家鄉的同鄉會 他是浙江人 他用浙江話 想海瓦 完了以後呢 他參加世界級的那個 記者招待會 他用英文 我覺得這個是 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到什麼場合說什麼話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不要說 只有說普通話才是文明人 不對的 你在一定的場合下 你說普通話就不是文明人 要看環境 崔士安 你在澳門的社會 你可以講廣東話 但是你上到人民大會堂的 你講台上 你一定要用普通話 到什麼場合說什麼話 我的語言觀點 我提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理論 一個論點 叫做和諧語言觀 我海語言觀 語言要和諧 文字也要和諧 這就是我的基本的觀念 我這個觀念 怎麼來的呢 跟我的經歷有關 我是1957年北京大學 中文系的畢業生 當年是高材生 我今年80多了 我還能夠這樣講 大家可以想像到 我年輕的時候一定是一個 優秀的學生 一個高材生 我本來是留校 做王立教授的助教 我是王立教授的 心愛的學生 王立教授要留我 但是當年把我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7月份 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鑑定會上 宣佈我為右派分子 從此監督勞動 送青海22年 我現在回想起來 青海22年對我的人生 幫助是太大了 我的語言的和諧觀 就是因為我當了右派以後 預示要和諧 不要那麼獨霸 所以對我的歷史 回頭來看 我還是感激的 苦難就是財富 這種財富你拿錢都買不到的 我覺得 在漢字上我是反顯猶知 在普通話 越方言的問題 方言問題上 我也是一種和諧的 到什麼場合說什麼話 這就是我的基本的觀點 我的做人可能也是這樣 我已經在解決中 很難問